美英澳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 不断释放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扩原信号 又拉部分国家入伙 加剧亚太军备竞赛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我们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 日本尤其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任何国家开展任何合作都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欢迎大家提问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我们没有兴趣和任何国家比拼军力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为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 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在中国家门口强化前沿部署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 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搭转任总裁中文国际评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